看一下正手上拳的前冲弧圈 那么这前冲呢 我们首先是从正好供球的基础上演变出来 那首先是我们要求对小臂的对球的控制 摩擦 通过小臂 然后呢要注意重心 腰腿腿胯的这个感觉 特别是收顶胯 在现在这个拉板当中非常重要 一定不要转大腰 现在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重心交换 主要是拉手还是在右脚 注意左脚的下压配合 那很多人还拉手的时候都是一边空 那这边没用出来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我们出手的时候 注意脚下发力的踩 向前上等 这膝盖不能平 往下转 往下压 还有很多人一拉是粘的 这粘的你一拉完以后 整个中心是反的 是你出手以后 中心坐在右边 它不在左脚上 对吧 你拉完以后到这个角 回 拉完到这个角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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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主要拉球的上中部为主 用力方向肯定是向前的 主要就是我们用 拉到后边重心去用重心去撞它 然后用小臂去夹磨它 达到这效果 我们这站位是基本上两脚跟肩同宽 然后右脚稍后 但是不能像以前那种斜的态度 那样你照顾完手比较难 那这个我们整个重心呢 还是在前脚掌和膝盖上 尤其在膝盖上 那整体呢我们注意脚趾的抓地 脚趾抓地这样方便于启动站位的时候 那出手的时候呢 我们那个力也是从脚下 传到膝盖 传到胯 传到胯 最后传到手上 这个是一致的用力方向 同步完成 再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金属球摩擦的时候 注意手上有紧手动作 加一点紧手的动作 这样呢力量会集中一些 我们拉手的时候 是主要是胯带 不要主动的去拉这个肩和肘 很多人拉手的时候 大臂主要推的比较多 那出手的时候 小臂那下收的不够 那注意我们的小臂的放松 斩放松 那接坐球的时候 我们瞬间的加速才能出来 这是第一个 这样我们用力方向 我们出手方向和拉手 还是要成正比 有很多人成手太低 我们上拳拉了一下 拉完手基本上 在跨针下一点就行 一定不要拉得太低 这样起手的话 你只能往上扒了 向前的力就不够了 这击球点呢 我们说还是必须是在身前拉到球 我们拉出位置来以后 出手的时候必须在身前 正中这个位置去拉到 很多球 很多人拉球 球点是在侧面或者在后面 这样发不出力 那我们这个弧圈呢 主要是 它拉手啊 这跟接坐球的一下 是制造力量 接坐球制造旋转跟那个弧线 那接坐球后面的动作 完成动作对上台率高 是非常重要的 乱零转转的 我们这个摆手动作呢 第一个是腰带 第二个拍形呢 很多人拉上拳容易非常压这个球拍 基本拉球都是拉上骨 这样反而初步来力量 我们一定要稍微力一点球拍 注意接受球收的动作 它自然产生旋转 你太压了球拍的话 它接受球面积比较小 在球拍上是这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还原的问题 这个拉手我们拉球呢 现在还是拉完以后能先回 那我们拉单线时候是连续的 对吧 那我们正常如果结合到反手的时候 拉完尽量要先回中间 因为这个往两边跑的时候 这个拉手距离会比较近 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那接住球瞬间的时候 我们这个拍形呢 尽量是略微 上拳可以略微内收一点 尽量是正面去击球 一定不能太高 太高的时候拉出去是侧拳 这球质量力量会比较差 那太撇拍的话呢 球拍向外展的话 力量会很大 但是呢 民众率会很低 相对来讲 我们正常的这个拉球幅度 也不要太大整体动作 一定要注意腰腿的力量在控制 你如果拉完一个球 你感觉胳膊很累 练一会儿以后 那腰腿没有酸累的感觉 那这个球拉得就证明有问题 主要还是控制在腰腿上 去控制整个球的弧线力道 那我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 一开始我们练这个 在基础不是很好的情况下 练拉上拳的时候 我们先可以以慢为主 站远一点 让球稍微掉一点 我们先自己主动 不要借对方力 去把弧线拉出来 多摩擦制造弧线 那么拉熟了以后呢 我们再上来一点拉 去拉球的高点 去能借上对对方一点力 只是这个问题 然后呢一开始拉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拉完手的有一个小的停顿 它跟弓球不一样 弓球是我拉手就打 互相借力 它拉的时候在这儿 有一个微微的停顿出手 有一个停顿加速 那接住球瞬间 那个加速感才能出手